美媒称,欧盟又针对美国技术公司采取了一项行动。 欧盟反垄断部门负责人7月18日,对芯片制造商高通公司,处以2.71亿美元的罚款,指责其为了把竞争对手逐出市场而进行掠夺性定价。 美联社7月18日报道称,负责反垄断事务的欧盟委员,马格丽特·维斯塔格说,高通公司滥用其在3G基带芯片组市场的统治地位。 他说,近十年前,该公司以低于生产成本的价格出售基带芯片组,将英国初创企业伊赛拉公司逐出了市场。 他说,基带芯片组是重要部件,有了它,移动设备就能连接互联网。 高通公司以低于成本的价格,向重要客户销售这些产品,其目的是消灭竞争对手。 维斯塔格18日在布鲁塞尔的欧洲委员会总部,出席针对高通的反垄断行动的记者会。 美联社,报道称,高通公司正在多条战线上,面临反垄断之战。 在美国,一位联邦法官今年5月裁定,高通公司非法排挤手机芯片竞争对手,并向苹果公司等制造商,收取过高的专利使用费。 然而报道指出,美国司法部对高通公司表示支持。 司法部认为,对于政治上较为敏感的5G竞赛而言,这对高通公司是有帮助的。 5G竞赛,是一次移动网络的升级,可能意味着巨大的技术变革。 美国正在与中国争夺5G技术的领导权。 高通公司提出上诉,美国司法部已要求暂停执行反垄断行动。 16日,司法部在一份法庭文件中说,立即执行这一解决办法,可能危及国家安全,可能破坏美国在5G技术和标准制定方面的领导地位。 对于军事战备及其他重要的国家利益而言,5G技术和标准制定至关重要。 在欧洲,维斯塔格说,芯片市场太重要了,不能容忍高通公司滥用权力。 这笔罚款占高通公司2018年收入的1.27%。 去年,在认定高通公司为扼杀竞争,向苹果公司行会后,欧盟已经对高通公司处以了12.3亿美元的罚款。 高通公司说,他计划就罚款决定向欧盟法院提起上诉,并否认了指控。 高通公司法律总顾问唐罗森伯格在声明中说,这一决定得不到法律、经济原则,或市场事实的支持,我们期待上诉结果出现逆转。 罗森伯格说,欧盟委员会花了数年时间,调查高通公司,对两个客户的销售情况。 每个客户都说,青睐高通公司的芯片,不是因为价格,而是因为竞争对手的芯片组,在技术上落后。 维斯塔格说,事实恰恰相反,高通公司向两个客户,提供了针对性很强的价格优惠。 从2009年至2011年,如果伊赛拉公司作为高通公司的主要竞争对手,想要在市场上取得突破,那么这两家公司,对于伊赛拉公司来说至关重要。 伊赛拉公司总部设在英国,曾被认为是最终可能威胁到高通公司市场统治地位的对手。 维斯塔格说,为了防止伊赛拉公司在市场上站稳脚跟,高通公司是故意这样做的。 不久,伊赛拉公司就被收购了,其芯片业务也不复存在。 报道称,就在欧盟处罚高通公司的前一天,维斯塔格的办公室说,他正在调查亚马逊是否利用独立零售商提供的数据,来获取不公平的优势。 这一决定可能导致互联网最大市场的运营方式发生变化。